第九題 好,再來第九題到底有多少呢?還在看 我也不知道,不管 這種題目一看,你看 好多同學一看到這種題目就先罵髒話罵一聲 為什麼? 一看到先,這麼難,句子這麼長 可是他考什麼? 一、二、三大家一起講他考什麼? 複詞 好不好?複詞 當然句子其中的內容你也該會 但是如果你連複詞不會這一題你就放棄跳下一題 有八十題讓你慢慢挑隨君挑選 第一次考試的同學 如果你考全科 八十題你挑個四十題會的就好了嘛 五十分過了啦 如果你只考日文的 你要挑比較多 你要挑對四十八題,好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整個句子一開始你不要開始講 啊,慘了 俄阿珍日文怎麼講 不重要 你叫他 柯子煎 柯仔煎 兒子煎 兒仔煎 兒仔煎 俄阿珍都沒關係 因為他加了引號 好,等下才會說什麼叫做 現在先不講 現在先不講 俄阿珍 軟的,軟軟的,講什麼 講雲阿,講棉花糖阿,講棉被阿 懂了吧 答案大概知道了 好,再來 輕輕 這個是有點難 好,就那個意思了 欸,打個 緊緊 這個是大概知道一下 它其實放在這邊有點來騙你的啦 再來,沙拉沙拉 沙拉沙拉在廣告中常出現 欸,什麼廣告 唉唷 好乾爽喔 欸,沙拉沙拉,清爽,乾爽 字牙字牙 字牙字牙也蠻常見的 在廣告,你看 你只要多看化妝品廣告 都看保養品廣告 多看洗面乳,洗髮精廣告 都會了啦 字牙字牙 亮亮的,有沒有 有光澤嘛 答案是什麼 你說,老師 我句子都看不懂 我怎麼知道答案是什麼 請問啦 澎澎的 緊緊乾爽 有光澤 哪一個適合來講蚵仔針啊 你會蚵仔針就該知道答案了對不對 哇,這蚵仔針亮亮的 好漂亮喔 這蚵仔針好乾爽 這蚵仔針好緊緊喔 什麼東西 對 知道了齁 澎澎的嘛 好不好 答案先處理掉 接下來再來看句子 這個句子很值得討論 蚵仔針 蚵仔針 那既然有一個 どういうのは 結束就要有加ことです どういうのは 配ことです 就是這樣子 所謂的什麼 指的就是什麼 一回事 好,指的是什麼呢 ふわふわに焼き焼けた柿のオムレツに 甘辛辣 か楽 とろみのある特性 られをたっぷりかけた料理のことです 先不要從前面看 如果你只是要講整個句子的意思的話 蚵仔針 どういうのは料理のことです 所謂的蚵仔針就是一道菜 這是不是就夠了 剩下的前面的東西就是來修飾料理嘛 那怎樣的料理呢 我們看一下動詞在哪裡 看起來有好多動詞對不對 真正關鍵的動詞是かけた 料理前面那個かけた 動詞用長體修飾名詞嘛 かけた什麼意思 打電話、挂話、把什麼放到什麼 把什麼放到什麼 你要注意到哪兩個住詞呢 你不要現在說 老師你怎麼都不標示 對,我就是不標示 因為這個部分 一,你可以說太簡單 二,我也可以說太難 我希望你仔細去看 你把它暫停拿來找都沒關係 かけた關鍵的兩個住詞 哪兩個 に跟お に不是ふわふわ後面的に ふわふわ後面的に 那只是一個副詞 後面配合的而已 おむれ字是不是加に 再來 特製だれ是不是加お 你不是特製だれ 老師特製的誰啊 不是 たれ たれ たれ是什麼意思呢 垂下來 たれる這個動詞 垂下來的時候 你什麼都要這樣垂 垂 垂下來 不要亂想 我們要把醬 我們要把醬 倒下去這個行為 他得到的結果就是 たれる 所以醬汁 たれ 那現在為什麼變ら 不是要變誰 是 複合名詞 特製だれ 特製醬汁 好 所以かけた的放 授詞 是特製だれ 把特製醬汁 放 放在哪裡呢 オムレツ オムレツ オムダ 因為他加你了 所以把一個特製的醬汁 放在オムダ 上 什麼オムダ 呢 かけのオムレツ 你かけ又不要再說 哇 會不會是什麼鑰匙啊 柿子啊 就是蚵仔啦 所以かけのオムレツ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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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一個完成的意思 所以 焼き揚げた 烤好的 煎好的 煎得蓬蓬的 所以 ふわふわに焼き揚げたかけのオムレツ 已經結束了 就是什麼 煎得蓬蓬的軟軟的 蚵仔蚵母蛋 所以把一個什麼東西放在蚵仔蚵母蛋上面 剛煎好的蚵仔蚵母蛋上面 放什麼呢 甘苦 甘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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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辛辛辣 甘辛辣 甘辛辣 辣的有点浓稠的特殊酱汁 还没完剩哪一个字 还有一个副词 たっぷり 满满的 有没有 鹅仔煎 主要吃的请问是鹅仔还是煎 还是蛋还是酱 了解了吧 たっぷりかけた 加的满满的 所谓的鹅仔煎 就是 把 甜甜辣辣 浓稠的特殊酱汁 加的 加在 对不起 加在 刚煎好的软软的 母粒欧母蛋 的 一道菜 当然加的满满的 一道菜 这个解释有点复杂 务必去看 因为这句子 非常好 说实话非常好 就是 你考试 知道答案很好吗 再来 你带团你要不要解释 你怎么解释鹅仔煎 就这么一句话 多看考古题 我能够录的 有限 如果你觉得 还想再多看其他的呢 拜托去找我其他的书 我没有办法把前面一直一直录下来 我等我全部录完了 搞不好都还没 解封 不行 我全部都录完了 你的日文 也进步很多啦 但是 我时间有限 不好意思 我只能暂时录 我书中 没有的 书里面有的 我就不再花时间录 因为时间真的非常有限 好不好 这一段讲的比较啰嗦一些 希望各位真的会去看下去 好了 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